哎呦,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波人對上八代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NBL 哎呦,這場是遇到天空熊 天空熊的檔字 I love you I love you NBL表示 笑死 哈哈哈 呃,天空熊跟NBL也是 算是稍微有點熟吧 哎,畢竟小恐龍 好,我們先回到比賽當中 這個紅色玩家NBL 選擇了波波人 波波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這個聰明的移動速度 有這個開始 黑暗時代5%的加速 到了風獻時代則是有10% 所以波波人經濟 一開始就還算不錯的 那波波人的後期呢 只要是打這個駱駝風 非常的可怕 那中期呢還可以使用駱駝 重裝駱駝跟大落馬 全滿的 而且還有這個八折優惠可以使用 所以波波人哦 打單純肉馬戰哦 跟這個駱駝戰哦 都不會太弱勢了 甚至後期的帝龍駱駝 都非常可怕了 而且他的聖旅科技哦 只有城堡時代稍微年幼 到帝龍時代沒有印刷奇數 還有這個神聖思想 所以到了後期 最好用的應該還只是一段寫說 跟虔誠 跟中神信仰 比較能用而已 那後期呢還有火號跟虔誠課程師 所以整體來說 波波人算是蠻全面型的哦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拜登廷 天空熊 我們台灣知名選手天空熊 選擇的文明哦 天空熊的文明呢是 拜登廷哦 他的槍兵跟 喬兵 而且 賈兵 所以呢 這一把 天空熊 又折扣 兩邊折扣大戰打起來 誰輸誰贏還不好說 但以體質來講的話 天空熊 駱駝是會輸的 是沒有這個三弓跟品種的關係 但是他的森林是全滿的 那巴南天人後期的槍兵也很便宜 而且他的槍奴也是全滿 後期也可以轉火槍 而且還有遊俠跟這個 巴南天聖騎兵也可以做使用 整體來看巴南天人也算是蠻厲害的文明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沒有三弓 槍兵互搓的情況下很容易搓輸對手 然後這個肉滿的互打也是會容易打輸的 這是巴南天的一個小小缺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這個地圖是阿拉伯 所以我們一樣注重看附近的位置 這個附近的位置一個在前面一個在後面 兩個黃金的位置還算可以 這個在後面就還行 然後這邊是要圍一下 不要讓他進來 或者直接圍出去 都OK 那這邊要圍的話就比較困難 這邊蓋體系也不是那麼的划算 對方還可以在那邊蓋寶 高地寶控一下 也是很難受 這個艾基應該是天空熊的一個最大的麻煩 這個基因在前面雖然有點尷尬 但圍出來一點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那MBL這邊看起來是 哇靠兩塊錢都在裡面 天圖阿 這個有點算是半天圖阿 要是這個黃金的位置 跟這個石頭調換阿 可能就完美了 好另外一塊是在外面 但我覺得MBL這張是天圖阿 MBL天圖開局 而且圍家又很好圍 隨便圍都圍得起來 木區還有三片四片 舒服了舒服了 那這場對決呢 就是天空熊 叫MBL天圖開局 然後MBL天圖開局 直接鬼轉棒棒開 三棒棒 敲天空熊 但是沒有挖黃金 沒有挖黃金 很有可能是沒有打裝甲 就是三棒棒騷擾 然後變職成落宮 的一個流程阿 好 都不定有機會 好這一波 敲一敲 我們有死春 很好 雖然都殘血 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波波這邊上去 點了一擊伐木 不是職成 敲一下 轉了一個槍兵出來 好 我們現在擠農 現在要來撒田 好 這邊是轉馬就 先轉肉馬開打 因為沒挖金礦 所以棒棒轉肉馬 棒棒轉肉馬的優點 是可以更快撒農田 生死代會更快 好 天空熊也過來偵查 看一下動態 好 重兵過來 來 好三隻棒棒 還在盡情騷擾當中 天空熊這裡沒有馬上補下弓兵 好蓋完了 按了按了按了 好這裡趕快挖黃金了 好 待會要乘個一百木 這裡稍微微一下吧 不然兵一直溜進來 哇靠完蛋了 這裡要死春 天空熊直接被抓掉了一層 那下面的棒棒有可能抓到嗎 哇 剛剛停下來說 哇 MBL 剛剛這隻棒棒沒拉走 天空熊 臭命可能又要再減一了 還好還好 哇 天空熊這樣減一還算不錯 好 臭命趕快圍一下 這裡剛剛圍死 好 臭命開局有點落後 而且一直被燒了的關係 至於資源量已經落後了快有800資源 哇靠 勇雄感覺有點小小大意了 被這個三棒棒打給措手不及了 好 MBL天圖開局 相當舒服 資源量相當領先 現在再稍微買賣一下 就可以升城堡賽了 好 OK 剪掉一隻 拼過來 村民拉過來幫忙輸出 好趕快拉 但梅拉村民過來幫忙打架 就意味著自己的資源量就越來越少了 這邊資源量已經快要輸了1000 金空熊這裡 有點炸裂 但是 還行喔 這裡待會再補個市集 趕快買賣上去 但感覺這個資源量不用買賣也可以升上去就是 肉質有點少 只有12片田 OK 這繼續灑田 好 田再多灑一些 這邊再圍過去 欸這裡有洞 Holy shit MBL提醒他了 你這裡有洞 還是其實這是天空熊故意留下來的洞呢 好 右邊這裡再繼續圍石 槍面拉過去 好 兩邊準備升時代 可以看起來 MBL打算要來打雙馬就 騎士爆 那天空熊待會一上去 一定要轉修道院 上去城堡賽之後 做到用趕快 還有機會擋得住 蘿布人的騎士爆了 好 耳機旁點下 哦 直接轉駱駝 那不是騎士喔 他可能覺得說 轉騎士的話 天空熊 半輪艇也會轉騎士 轉駱駝 轉駱駝 哦 這隻駱駝白給 醜爛 好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修道院 直接轉生猴 駱駝轉生猴 好 OK 打架格戰的話 天空熊不會太弱勢 現在資源量已經落後了大概1500支援 簡單是一個利用時代的資源量 龍熊 這邊有生旅吧 好 有 修道院一波了 好 雙TC開弄 這邊有個好消息 MBL為了打生頭的關係 沒有辦法開城鎮中心 那壓力就回到天空熊身上了 弱熊 好像有機會 好上去 可以槍兵 直接一吃 突然 吃就對了 打掉了一隻槍兵 生鋁去撿生物 沒有辦法可以招翔 教練趕快按生鋁 後面看來金礦 好 那待會前面可以補個城鎮中心 好 往外開弄 我們從補了3TC 防守反擊開始了 好開始了 防守反擊 是這個遊戲的真理 要守得好 這個時候 就在飛而撲火 手補好了 就是 全家BBQ OK 拉力之駱駝過來打生鋁 雖然又是被刀傷 但是 至少這裡的頭石車被拿掉 這裡還有槍兵幫忙 輸出的關係 MBL打得有點 害怕 這裡生鋁拉回來 送進去 好趕快把這個駱駝的血量補起來 頭石車不能再被打掉了 MBL已經連續 擺給了兩台頭石車 有點小虧了 好 快砸 還好 半戰艇的劍毒血量很多 可以看到這邊血量是3120 單一二零點 好 招翔 上前 駱駝砍了兩招 打生鋁 是砍到了一招 結果兩隻生鋁都打不死 前面的駱駝直接把駱駝給逼推回去 幫你頭石車還在努力招翔嗎 但頭石車第一時間沒有攻擊生鋁嗎 打一下 OK 把他打生鋁 結果被打掉了 好 這一波 MBL被槍兵撫到有點難受 這一個頭石車有機會 好 硬拿圖車 這個頭石車一直被打殺 好像不太好 湖泊人 MBL有點虧 那MBL這裡的問題是TC開得很慢了 雖然TC往外開了 這裡可以考慮再補一個城鎮中心吧 我們還有木頭可以挖 那現在天空熊的經濟狀況 待會就可以反超 這個MBL 現在村民術已經領先囉 MBL這邊軍事打得有點太兇了 有點不太傷經濟的感覺 好 三隻僧侶招翔 MBL這隻僧侶招翔的招翔有點慢了一點 頭石車又被天空熊吃掉 但是天空熊這邊付出的是大量的駱駝 等待一下 看起來這個頭石車 這一波駱駝 飛幻子有點多 好 3TC繼續濃 好 14隻駱駝 招翔 招翔 後面也再兩隻再繼續招 欸招翔招翔 天空熊 這個勝率可以招 甚至沒有打傷到招了嗎 好又回頭招一下 回到PC的射程範圍內 感覺這時候招翔好像會有點太慢 完了 這一波可能會打輸 但是看到守護車 僧侶過來 卡個位繼續招 好 就砍死一隻僧侶 不錯 天空熊這邊細節操作 有了 用了一些 但是駱駝數量現在明顯不夠了 這一波壓力很大很大 後面補了一個馬就 繼續補慘人 攻擊力點一下 繼續招 但是這個駱駝 完全沒有屌射要理的意思 這裡會直接一波帶走天空熊嗎 天空熊這裡的僧侶 躲在裡面 重心都躲進去 身旅 身旅 頭車 頭車開啥 落索夾住 先點到後方身旅 細節 好 來拍射擊 射邊的落索 落索那邊有點殘血了 感覺沒有了 這一波打得不是很好 頭車怎麼在打房子啊 要是那個頭車一直輸出在城市中心上 天空熊壓力就大了 來到 這個是 失誤嗎 天空熊 好吧 MBL應該是你看到 好 待會繼續炸 第一天空熊出來打架 喔 結果這也出來一台頭車 反擊回去 漂亮 我換得掉嗎 OK 換掉 身體的身旅 遭向到了非常多的落頭 四隻身旅直接讓MBL的落頭 又被壓了回去 頭車砸一發生旅 哇 兩發殘血回頭 哇 全部回頭了 好 結果兩台頭車直接被天空熊的落鎖給打掉 MBL這下虧爛了 天空熊這波防守打得真的是漂亮 生旅一直起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已經招了14隻的落鎖了 因為天空熊這邊的落鎖一直處於弱勢的數量 但是一直在開戰期間 把落鎖兩邊的數量給拉到持平 我覺得這個很關鍵 喔 頭車砸 生旅 完蛋了 熊熊這一波上去沒有落鎖的數量優勢了 OK 好 轉出了車數來打掉生旅 TCE保護了下來 熊熊這邊轉出了四個軍銀 按了大量的槍兵 好直接用槍兵押回去 頭車砸一發 砸掉了生旅 天空熊 擋生旅 這一波 天空熊打得很好 NBL 感覺被擋到 沒有什麼 太多經濟了 現在數分數已經反超了 好 NBL的經濟呢 雖然收集職業量還是領先天空熊 但是 村民數 越差越多的情況下會越來越慘喔 要不要回頭開個城市中心呢 好 開一下開一下 這個時間真的要開了 再不開下去的話 不要路過太多了 好 天空熊這邊趕快挖石頭 要差不多 控好 有魚在挖 剛開始挖而已 原本不趕快挖石頭的話 待會出去控除的話 就算控下很重要 現在轉槍兵了 狂地會有鷹魚 真的要再多安心呢 天空熊這一波有點 直接 直接狂送 趕兵 沒差喔 反正送光都是垃圾兵 需要黃金的 好 過程器製造廚 去炸 一級攻 一級防點下 火車炸一發 天空熊倒了 火車一發往後炸 炸火車 火車 火車不要 好打生鯉 生鯉招翔 不給招 但是最後還是找到了 有神聖之翔 不錯 可以躺住一發 頭車的傷害 好 這一波天空熊 算是 已經獲勝了 哇 這個頭車自己拍進生鯉 這麼 輕狠手辣的嗎 這次出來 打生鯉 努力炸 等槍兵要收掉頭車了 OK 這一波天空熊 慢慢反推 你回出 好 那伯伯 NBL 把城堡插在了中間的位置 好 現在伯伯 轉駱鎖弓兵 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天空熊這邊拉了三隻寸出來 是要來蓋城堡嗎 三隻肯定是不夠的 是要來蓋燒戰 結果直接蓋在你臉上 拉寸直接過去開扁嗎 你蓋寶我就跟你扁 哎呀 NBL這根寶蓋不起來了 只能往後蓋 完了完了 天空熊 這邊又有一個很好的主動權優勢 帝王時代也補下 價格也很便宜 當然鐵人的帝王時代很快 很快就可以點了 好 城堡足了中間這個位置 要把土金給守住 土金守不住 就沒戲唱了 天空熊開始有優勢 正面的位置用大量槍兵跟衝車 可以來鑽足這些維劍 這一波駱駝要再補一些 農田有點爆了 變成切木 趕快把這個農田補一補 在前面了 天主在哪 怎麼木頭消失這麼快 後面全面農田 直接補在前方 天空熊這裡也是相當大膽的決定 希望再補充 那現在狀況 對聰聰來說 是比較好 基本上 也慢慢追上了MBL MBL 現在到了帝王時代 比較麻煩的是 駱駝鴥鴻 骆驼弓兵但成型就不太好打了 天鋒蟲這裏點下了手推車 零抬甲 跟蹤技術 MBL這裏的目標就是要趕快把骆驼弓兵 鋸起來 被進入帝王大後期了 好MBL待會要遇到的是天鋒蟲的駱駝大軍 天鋒駝加上帝王槍兵的一個搭配組合 好拿開趕快補 好發生鐵人刀地龍時代建築血量6720滴血 好這個是 非常可怕的血量 這就是帝王的城堡血量啦 好城堡趕快拆 MBL 加了彈道學三級射 骆驼弓兵要成型還需要一點時間 正面骆驼一直拆開 骆驼招命輸出 挺舒服 生女的後方招翔 MBL這邊骆驼數量不夠 骆驼弓也是 天鋒蟲這邊是生女骆驼數量有優勢 趕快拉趕快拉 好邊拉打 繼續再換點傷害也OK 好上高地 這個再追下去怎麼感覺天鋒蟲 這駝拉過來會不會吃光 這駝不拉過來也會打 這駝拉 熊熊要小心 沒有關係後面又再繼續補更多的便宜駱駝 走一下 好拉過來拉過來 終於知道你後面有屯兵了 好上高地反擊 這駝能吃光 熊熊知道會不會吃 趕快繞幹 唉 結果這些駝駝的殘血衝過去送頭 漂亮 殘血的收包 好拇指牌也點下了 現在獨步人只差一個精銳升級 這個城堡快被拆掉了 喔 做得回來嗎 應該沒有辦法 快一發 快一發 沒了 喔 50滴 很極限很極限 這不可能了吧 哇靠打歪了這什麼東西 巨頭居然打歪了沒有打到城堡 真是要吐了 風口怎麼好像 有點衰的感覺 好三三巨頭來就沒問題了 我頻道一直在講 從 兩年前啊 就一直在講吧 然後工程喔 三巨頭就沒搞定 如果搞不定的話 就四巨頭 呵呵呵呵 三巨頭 至少二十幾隻村民喔 還修不起來 這十二隻肯定是修不起來的 OK 工程 在天空熊一開始轉槍兵 大量的駱駝兵 好 再繼續架起來 開拆了開拆了 目前天空熊遇到這個陣型最大的麻煩 就是 欸 MBL沒有點化學 沒有火花 最大問題是沒有遠程目的 去打這些駱駝工兵喔 如果正常來說 不然體能是可以轉強母喔 去跟駱駝工兵對射 還有打這個駱駝 所以 從這邊有沒有轉工兵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一套槍兵跟駱駝 感覺是 可以擋一陣子 但是黃金會被消耗的有點嚴重 被瘋狂Poke 那你正面 衝進去的傷害來說 是非常足夠就是 好三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下 不同兵成型之後就會很難受 好 這裡趕快點 好 正面 正面威力很強 真的是 負奇作戰優點 駱駝上去硬貼槍兵也來 好 這邊盡可能的用駱駝工兵去 交換掉駱駝 好 後面又補了一個 駝駝來 這盤趕快射 哇 駱駝直接被處理掉 反正中心 成功控制住了 五金拿下 天空熊 就很大機會 可以打得贏 好 按了一隻 拜登庭聖騎兵 應該是按錯的 拜登庭聖騎兵是完全打不贏 駱駝工兵 一定會被poke到頭破血流 但現在黃金樹還是全部投資在駱駝身上 駱駝配槍兵真的是有辦法寫掉駱駝風兵的大軍嗎 正面推進很強 打不完的 打不完的 槍兵跟駱駝 NBL可能要打GG 天空熊越來越猛了 天啊天啊 這個推進好強好強 他死有隻駱駝弓兵 現在 這個位置 慢慢去輸出 OK 搞定 好 我們來修理 後方的城堡 修不起來 來 現在伯伯遇到這個搭配組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出槍兵只有中雙 稍微講一下 如果出馬的話又被戳爛 伯伯這裡一直沒有點火套啊 把收入黃金投資在駱駝駝身上 好 城堡全拆除 MBL城堡全垮的話 就沒有駱駝弓兵 漂亮啦天空熊 打得很好 專心拆除 城堡 駱駝弓兵 直接變成絕版單位 OK這個 最近我們在discord的 有人在討論到底 博博人要怎麼打 就說 其實全部拆除城堡 拿 好好控制喔 也是一個 特製 弱攻的方法 沒想到天空熊 在這場比賽 就死出了這招 這是巧得嗎 有可能 專心推進 然後用巨頭 狂拆城堡 讓M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天空熊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一招就是 打贏伯伯最好的辦法 控圖 然後拆掉所有的城堡 一旦沒有了駱駝弓兵 他就沒轍了 最近啊 有很多玩家把這個伯伯 神格化了 說伯伯 駱駝弓兵太無敵了 蒙古圖技也打不贏 這確實是 但是戰法 一換的話 這個 結果 就會有大大的不同 這個就是四義帝國 不會有這種 完全OP的文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就是有天空熊 拿到了 最後的資源勝利的話 贏了大概 5000或6000左右的資源吧 那整體來看 這個天空熊前期是輸了很多資源 但後面呢 靠著自己的基本功 跟這個Sendry的操作 把這個戰神 一聲聲給拉了回來 我覺得這一場比賽 打得相當好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Поэтому